你唱一段 如果你覺得我覺得OK的話 為什麼 那個人是我 要看不見的人是我 怎麼不給我多一點時間 譬如說我要進廁所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開燈 我很省電 我不喜歡 歡迎回來我們這一集的 你OK嗎 這一集我們不一樣 我們走到國際Level 我們有請 蕭黃琦 你OK嗎 所有人都OK嗎 我是蕭黃琦 OK 我們都OK 講話的聲音都不一樣 對 今天來到這裡很特別 你看 知道我喜歡吃東西 準備在新加坡裡面 非常道地的美食 我們要到地區買來的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小吃而已 到每個地方 其實小吃是最迷人的 不管是從台灣到新加坡 就是喜歡小吃 新加坡的那個 海南雞飯 其實在台灣是 就是要吃到道地的 沒有 昨天吃了 Laksa 很棒 去哪裡 在那個美食街 就是Fukuo 在你新加坡最喜歡吃的東西是什麼 新加坡 辣椒螃蟹 辣椒螃蟹 胡椒螃蟹 吃了嗎 這一趟吃了嗎 還沒 因為昨天才剛來 然後剛來 第一個就來上你們的通告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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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趟來是為了演唱會對不對 對對對 這次是為了演唱會 就是我來這裡就是 看到你們這麼漂亮這麼帥的 看到在那邊 又變得美啊 一見到你就覺得 你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對 我覺得 我們做了這麼多集 沒有人跟我講我很漂亮 真的嗎 他們是 有眼不是泰山 對 對 不喜歡講偏話 好 這個禮物是送給你的 欸 謝謝 很有心欸你 還有這個零食是給你吃的 我餵你 好 其實我有東西要問你咧 什麼問題 你問你的手一直 不可以起來不可以起來這樣啊 你是有 受過傷啊 沒有啦 我媽媽講她做女生的動作要問你咯 那是我們叫的GRAP啊 誒 是的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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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師父 讓我介紹你這個 U-Light除毛神器啊 U-Light Survivor A3藍寶石冰點 無痛脫毛儀 韓國女神全智賢代言的咯 這款A3脫毛儀 運用美容院IPL 賣衝光除毛技術 小小一台 21大能量 除毛強度更高 深層粗硬毛髮 都可以輕易去除 讓你在家也可以享受 永久除毛的快樂 出光速度不只快 7分鐘脫毛全身 還能自動出光 讓你解放雙手啊 它的獨創藍寶石冰點頭 使用起來冰冰涼涼 無痛無感 加上不同模式 可以全身除毛 讓你用在不同部位 精準脫毛 使用三週就能見效 現在就到以下網址訂購 U-Light A3脫毛儀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哦 輸入折扣碼 U-Light Are you OK 還能享有 新幣20 馬幣40 台幣600折扣 和五樣贈品 哇 這樣我就不用到Salonet 可以在家隨時隨地除毛 方便省時省錢 又有隱私哦 所以用U-Light 做一個精緻的五毛女孩吧 粉粉嫩的除毛儀 誰能不愛呢 你會常來新加坡嗎 其實因為剛好 就是最近這個疫情當中 就是比較少有機會 從今年開始 就是應該陸續都會來新加坡 像在下個月的月底 我也會來新加坡做一個公益的演出 公益的演出 所以哦 我覺得我們的年齡層 應該都會認識 我們大概30多歲 我也跟你差不多啦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我們做功課了 欸欸欸欸 我看起來跟你們差不多啦 對 是不是 真的 看不出是 你的實際年齡 不要這樣子 對 講年齡就是傷感情 對 我們是會 你右邊那個會 我這麼年輕我怎麼可能會有問題 我下20幾欸 你20幾啊 你聽得出我的聲音下20幾 對 差不多啦 對 差不多 20幾 就好了 是你緊張還是我緊張 我怎麼覺得 整個氣氛很緊張這樣子 沒有很緊張 我們都很順的 感受到你的聲音 就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活潑 非常自在的一個人 有啦 那個沒有小朋友 好 所以我們想給我們的新的朋友 還是比較年輕的朋友們 多認識你一下 你可以講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嗎 我要自我介紹 好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黃琪 然後呢 在2002年出道 然後以一首 你是我的眼 讓大家認識 我想有很多的選秀節目 很多朋友 你在KTV啊 在任何的地方 你可能都會唱我的歌 我還寫了一個這個閩南語歌 叫做阿嬤那位 我想可能年輕的朋友 或者說年紀 長一點的朋友也有聽過 然後再來有一個歌叫做 墨班車 也許年輕朋友也有聽過我的歌 然後在這個 很快速的這個狀態裡面 那我是從小就很喜歡音樂 然後一直到高中畢業以後 然後組了樂團 就是 哦組樂團 對對對 有一個全方位樂團 所以在播出之前呢 我們有在這個新加坡 剛好辦了演唱會 我也這次是帶了這個樂團 一起來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組的樂團 對對對 我就是1995年 就組了一個樂團 五歲的時候啊 五歲的時候是嗎 你五歲 哈哈哈哈 OK 沒問題 就是 哈哈哈哈 你五歲的時候 我就組了一個樂團 叫做全方位樂團 就是到處去做很多很多演出這樣 然後從2002年一直到現在 我已經進入了出到第21年的這個年頭 哇 恭喜恭喜 這個應該掌聲一下 對對對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對 然後所以說就是 除了幫自己寫歌 然後也幫很多好朋友寫歌 我有幫 譬如說黃小虎寫了一個歌叫做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就能找到 聊得來的伴 OK 是 喂 恭喜 他們全部講的一段 他們講的一段 或者是 然後呢 我也幫就是 梁靜茹寫了一個歌叫做 慢冷 不曉得 這個很好聽 媽媽 天氣啊 天氣啊 天氣冷冷 那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嗎 你幫我寫 一首歌嗎 你會唱歌嗎 我會唱歌好不好聽 那你唱一段 如果你覺得我覺得OK的話 下一首我會幫你寫 喂 來 快來 不要了 中先生來了 這段如果唱不好 我們就剪掉 台灣我來囉 來 用廁所一下 我就超慢是不是 OK 來 我是緊張 我才會 可以可以可以 你也有夢想 你都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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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怎麼閒止熱的 卻想變冷了 慢熱的卻聽不了 還在沸騰著 還好啦 我真的要緊張 不錯啦 不錯啦 太黑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沒事 沒事沒事 留著 浪費車嗎 沒有 當作剪那個本集的預告 就剪你 不是 你亂聽嗎 這本集的預告 對 我很喜歡音樂 所以就是世界各地 然後到處去做 我自己的演唱會 到處去表演 你聊到音樂這一點 因為我做了我的功課 對不對 你在四歲的時候 其實你有去一個 治療 四歲的時候 我動了兩次的手術 然後因為我是先聽性的白內臟 然後動了兩次手術 那時候有恢復一點點視力 差不多0.05的視力 OK 那是看得到的嗎 是一點點 可能公車來的時候 你要跑到公車旁邊 然後才可以 才可以看得到一點點 他的那個公車號碼 然後才可以上車這樣 就是因為眼睛不好 就要去問人家說 請問這個車牌是幾號 常常會被人家誤認 就是以為要搭訕一樣 然後還有那種年長的媽媽就會說 哎呀年輕人 叫你讀書 你不讀書 所以我就有時候就是 很常常被會誤會 就是以為就是 因為眼睛不好 所以常常要去問人家 這樣的狀況 持續的 差不多到高中一年級 那我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才完全眼睛看不見 你知道為什麼會眼睛看不見 因為我喜歡打電動 最後我的完全 我的視力完全被電動 殺死了 在那時候就完全視力到沒有 從那時候到現在 所以當你寫歌的時候 是依靠著你那四歲到 高一時候的一些畫面回憶來寫的嗎 對 我覺得就是 從那四歲到高中一年級的那個 畫面 然後去想像 不管是情感或者親情 我覺得就是你有多一些體會的時候 你在寫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然後把一些人生的喜怒哀樂 寫在自己的歌裡面 對 這個很深 很深 很深 因為你們華語不好 對不對 我沒聽得懂 我沒聽得懂 只是不聽得懂 聽得懂嗎 所以我也是有了解到 因為你是2002年出道的 對對對 就寫了一首 你是我的眼 因為我老實講 在林優佳唱這首歌之前 你不認識我 對 但是我認識你 因為是陳奕迅 陳奕迅 開玩笑 但是沒有了 就是2007年 其實真的就是 我要非常感謝林優佳 然後感謝賴明瑋 他們在選秀節目 林優佳唱了我的 你是我的眼 對 然後賴明瑋唱了我的 阿嬤一尾 阿嬤一尾 我就是在家裡 然後人家就打電話來 就說 賴明瑋 林優佳唱了你的歌 然後 那時候我開始就是 假日都很忙碌的 然後大家打電話來 邀我去表演 要原唱去唱這些歌給他們聽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自己怎麼真的好忙 看不見就已經很忙了 還要這麼忙碌的 開始去參加所有的活動 這時候就真正覺得 好 自己好像真正的當上了歌手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 然後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繼續做自己的專輯 然後幫別人寫歌 你們現在左邊只有一個聲音 我們不要brain那個momento 因為你是2002年出道 說2002年到07年 在這首歌爆紅之前 其實生活上賺的錢是夠的嗎 當然是過得去 只是說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以前的專輯 我都是自己出資 然後自己完成 像我們在做的東西這樣 下方的 對 所以你們要唱我的歌 對對對 就是自己那時候就會想說 要靠自己的力量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勤跑 Coffee Shop 或是西餐廳 然後只要有地方 可以駐唱的地方 我就去唱 哪怕是一個人聽我唱歌 或是100個人聽我唱歌 1萬人聽我唱歌 我的心是一樣的 我重點就是說 存夠了錢 我再做下一張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雖然在很辛苦的過程當中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是為自己的夢想去努力 人為夢想而為大 在一起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整個音樂的過程中 有一個人一直在支持嗎 還是 最主要的是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玩音樂 所以呢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媽媽會在我國中 高中的時候 她都騎著摩托車 載我到台灣的各地的小鎮 那時候就是我們會有 我們台灣會有一些那種 婚商喜慶的表演 然後那時候我從國中開始 我就跟著媽媽去唱 所謂的工地秀 然後媽媽就騎著摩托車 然後不管是刮風下雨 我們就穿著表演的衣服 然後到各地去表演 這樣 然後從那時候就開始 就是家人 只要我想要做什麼音樂 每個階段的時候 他們都會是最強的後盾 嗯 對 哇 媽媽媽怎麼回答 但是你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放棄的時候 其實應該就是說 從眼睛看得見 變成看不見的那個階段 其實是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你本來可以看得到 然後突然在短暫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視力 一點一點一點消失了 其實你心裡面是很害怕 很恐懼的 就像你踩出去的任何一步 你沒有辦法確認 你沒有辦法知道 你即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嗯 然後你就只能就是躲在自己的黑夜裡面 躲在自己的角落裡面 然後去跟上天抗議 為什麼那個人是我 要看不見的人是我 怎麼不給我多一點時間或什麼的 那當然這個也要怪自己 就是當時自己喜歡打電動的關係 把殘餘的勢力給弄壞了 所以呢 奉告各位 警告各位 所有的網友 打電動可以 不要太久 這樣 這樣你還有打電動嗎 有 有啊 真的有啊 我最近還有代言一個手遊 哇 當然自己會覺得就是 打電動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對啊 那後來就是 在那個短暫的時間 就是從眼睛看得見變成看不見 你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適應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用音樂去 就是讓自己可以 心裡面有更多的力量 就是溫暖自己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是唱唱歌 就是彈彈吉他 把那個不愉快的情緒 宣洩掉 我覺得我用了兩年的時間在適應我的從看得見變成看不見的生活當中 剛好就是可以學習就是我怎麼樣去面對我的看不見的生活 然後去學習 怎麼樣走路 怎麼樣 怎麼樣過馬路 怎麼樣用看不見的狀態去適應生活 然後讓自己慢慢有一點點信心 有一點點勇氣 有一點點力量去面對這個社會的時候 多了一些什麼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面就會比較安心 對 然後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去慢慢的去面對這個社會 不會怕被人家瞧不起 或是人家歧視你 人家說你眼睛看不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當你已經習慣了這些話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說看不見 是一個什麼樣的不OK的事這樣子 所以到了什麼年齡你開始坦然接手 當然因為高中畢業以後 我就自己就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看不見的生活 然後因為其實我自己從小 四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學柔道 對 來來跟他們分享一下你的歷史 我的柔道歷史呢 當然就是因為從四年級就是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柔道如果在集訓的時候啊 都有那種牛奶麵包可以吃 所以比一般小朋友還要更幸運 所以那時候為了為了牛奶麵包 然後去參加柔道社 然後就變成代表 對對對 然後後來呢就是開始學柔道 從四年級開始學 然後一直到1994年 我去參加殘障亞運 那時候在北京 然後那時候我就拿到了一個銅牌 然後1996年呢 我去參加亞特蘭大的奧運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拿到了一個第七名 哇 柔道告訴我就是說 你被摔倒久了以後會有抗體 然後有了抗體以後呢 你就可以再摔倒別人 我都把它當作是人生的座右銘 人生呢就要先學著被摔 然後才有機會摔倒別人 這是真的 對所以看不見對我來講 我不害怕 因為從看不見以後呢 我更專注的在每一件事情 然後專注在我的音樂上 專注在我的生活當中 所以我做每件事情我就告訴自己 人生呢只要把一件事情 做得好 做得完美 做得讓人家覺得 你很棒 那就值得了 掌聲鼓勵 對這個要 這個要 對對對 我也很好奇啊 因為 假設講說今天你在一個健康的情況下 你沒有這個病情 你看得見 對 你還會追逐這個音樂夢想嗎 那音樂當然就是可能還是會 只是說不曉得會不會這麼樣的喜歡 或者說 或者說 以這個音樂當作職業 對 對啊 因為我爸爸媽媽他們都是做水泥工 那就是我可能會跟他們一樣 去做這些事情 那不然就是可能我看得見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去當就是運動的教練 對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很難說這樣 所以東西發生有可能都有它必存在的原因 對啊 就是一枝草一點露 對 所以說其實就是 任何的人都有機會 走出屬於自己的舞台 可以談談你初戀的 好的 故事 故事 初戀 初戀的故事 剛好都在學校裡面 然後 就是高中的時候 對高中的 有一個學妹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起在 學校不是都有那種合唱團比賽 然後我就在合唱團裡面就 遇到了一個學妹 然後就覺得她聲音非常好聽 通常我們就是看不見的人 對聲音非常敏感 那如果說這個人的聲音呢 他是非常好聽的時候 就對她印象深刻 就像你 然後就去學校每個教室裡面巡邏 然後我就會特別停留在 我的這個學妹的教室這一班 然後就停留 停留久一點 然後就跟學妹多聊天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慢慢的就兩個人就 開始有了很多很多的情愫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在一起嘛 然後學妹 那時候我畢業的時候 學妹呢 她還那個 幫我 我幫我準備了 就是她折了 那個一千顆星 然後裝在一個罐子裡面 我到現在還留著 唉唷 錯面了 我跟你講 重點是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跟我說 你還留著幹嘛 人家已經結婚生小孩 都有自己的家庭了 我說 有時候 就是過程 人生你留下了這些過程 它是非常美的 你有這些東西留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變成 寫歌的 方法 或者說寫歌的 寫歌的靈感 後來她 她去加拿大念書 然後我們也就是有一段 就是我常常用點字 然後寫信給她 然後她寫信給我 然後也為她寫了幾首歌 這樣子 哇 白首啊 有一個歌叫做 三十二封信 就是來往的這個過程當中 她在加拿大念書的這一兩年當中呢 可能就是 就是來來回回 那時候就是 還沒有什麼軟體對不對 都是要直接用手打的 或手寫的信 我記得我們這樣來回 就是至少有三十幾封信 這樣子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歌叫 三十二封信 來紀念那一段初戀的情感 你會怕你現在 先認女友媽咪嗎 我現在沒有新認女友 我就是沒有新認女友 才可以講這一段 因為我每次 因為我也是有自己的一兩首歌 OK 然後每次我唱完 還是我寫完 我的老婆會問我 你不怕我生氣 你寫歌給你的媽媽 還是你寫歌給你的 媽媽不一樣啊 媽媽OK啦 因為我已經有一首歌是寫給 哪一首 我沒有發 我沒有發 然後我老婆會很在意 應該要發 你就說 你這首歌是寫給 不要忘記 不是 你就當作是寫給你 你老婆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對啊 他都不懂 對啊 你怎麼知道 你哪時候寫的 他現在懂了 對 OK 所以到了現在你的 這一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在事業上 你已經算是很成功了 沒有 就還在努力當中 你還在努力當中 我們算什麼 我希望可以帶領著自己的樂團 因為這些我的樂團的朋友 都跟我一樣 眼睛不好 眼睛看不見 那我希望就是說 我自己的舞台 非常的穩健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帶領著 更多身心障礙的朋友 然後一起到世界各地 去做演唱會 我比較幸運的時候 剛好我自己也蓋了自己的錄音室 然後我就會希望說 我的錄音室呢 因為做專輯 做音樂不簡單 所以我希望就是 也喜歡音樂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 身心障礙的朋友呢 我會希望說 我可以無條件的提供我的場地 讓你來唱你的歌 或是寫你的歌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用自己的力量 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 那是一種你自己想回饋給社會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為過去自己也是曾經被社會幫助的一個人 也許我們可以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應該看看我們身邊的其他人 也許他們也可以跟我們一樣 就是像你們這樣子 然後可以做自己喜歡的 然後追逐自己的夢想 哇 味道 你是在12年開了一家按摩店的嗎 那個是就是剛好跟朋友一起 也可以幫助一些不同的朋友 然後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就有按摩的執照 蛤 什麼都會喔 當然 柔道 柔道 按摩也是我另外一個專長 在台灣其實就是 如果是盲人的朋友 啟民學校就會想辦法訓練你 要有一技之成 因為你這樣子才能出社會 靠著按摩去賺錢養活自己 要不然你沒有一技之成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造成社會的負擔 對不對 所以政府就是會培養 就是所有的這些盲人朋友 沒有其他的工作 你至少會一個按摩的工作 可以養活自己 雖然我沒有做按摩的工作 但是我就有按摩的 這樣的一個專業的技能 剛好就朋友有需要 然後就一起來開一個 那時候開一個按摩店 後來我覺得 這個按摩店已經非常成熟了 然後我就把按摩店 給了就是給了那個好朋友 直接給他 就是讓他自己繼續 對 然後因為我就是想要負責 負責幫忙宣傳 我覺得就是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是非常好的 我們因為目前為止 我們聊到的都是關於事業的 是 所以在私生活上 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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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有沒有渴望想說 你想要結婚啊 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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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還沒有完 我其實有想過就是 現在缺了一塊就是有自己的小孩 然後自己的愛人 然後可以不一樣的一個生活環境 讓那個生活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就是跟現況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感受過 因為我就是覺得 小孩是非常天真的 然後在生活當中 它是一個潤滑劑 所以其實 可能在人生的體悟當中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過程 所以我很渴望 就是自己有喜歡的人 然後喜歡的人 有自己的家庭 然後可以平平淡淡的 然後就是好好的去過 下半輩子的生活 所以你現在的擇偶條件是什麼 擇偶條件就是 聲音 你這樣我就害羞了 聲音好聽 皮膚細 孝順 孝順 對 真的簡單 純一點錢 對 胖瘦無所謂 喔 可以 我存很多錢 皮膚 還好 不錯 對對對 所以一個適合的對象 當然就是自己要適合 或是說 要去兩個人都談著來 或是說可以互相體諒 互相包容 那個都是相處過後的 但先天的條件其實就是 聲音 百分之五十 你聽到一個非常好的聲音 非常自己喜歡的聲音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很親近它 然後想要跟它聊天 想要跟它多說一點話 但如果說你聽到一個 聲音比較粗獷的聲音的時候 因為你要跟它相處一輩子 他如果每天在你枕邊說 黃岐 我愛你 對不對 你可塞啊 可是如果這次 他長得很像林志玲 當然他是女神 對 她是女神沒有錯 身材很好 對 但是他的聲音不好 對我來講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是靠聽覺在過生活的 如果他的聲音是OK的 我覺得人生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 這個同意 如果看得見他像林志玲 他的聲音 我也是不可以 不是太有觸摸嗎 身材很好 那個不是重點 我覺得就是 還是聲音 因為聲音是比較 對我來講是心靈上的一種感覺這樣子 對 因為你算是一個明星一個歌手 對 國際明星好不好 所以你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上 你怎樣去遇到你的伴侶 還是怎樣去尋找你的伴侶 怎麼去約會 因為你知道嗎 約會 對 不是約會 尋找不一樣 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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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麼去找到約會 因為自己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好像要找到對象 不是說在路上看到喜歡的 就可以跟他打招呼 跟他搭訕 所以好像就是 你說了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越來越難的感覺 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說 所有的網路啊或什麼的 然後有認識 聊得來的朋友 那可能才會有機會 就是去聊聊天啊 或什麼的 會有更深的一層這樣子 所以真的要靠朋友介紹 對對對 不然就是朋友介紹 你知道有多少人 多少人介紹朋友 叫我去跟他認識 或相親嗎 對 然後我想說 有過嗎 有有有 有成功過嗎 成功比較少 沒有成功 因為現在還在改變 就是有過一個 你沒相信啦 有聊天啊 但還都還不到 就是可以約會 或者是男友朋友 因為有時候可能 兩個不同的生活 就是各自各忙各的這樣子 就是光聊天 有時候也不一定能夠 對對對 得到一些什麼樣的結論這樣子 因為你本身是看不到吧 所以算是一個盲人歌手 對對對 所以身為一個盲人歌手 你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好處 不一樣的待遇 待遇是不是 對 待遇我就是 我不曉得在新加坡會不會是這樣 像我們坐高鐵 我們有半價 什麼是半價 就是一半的 哦 半價 半價怎麼是半價 像我們盲人有一些半價 比如說我們只要拿出我們的手冊 然後比如說坐高鐵 半價 然後陪同者也跟我們一樣半價 哦 就是 三千啊 對對對 就可以說 不過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想像是好像 我上台的時候 我不會 不會害怕 你看不到人家 當盲人有時候也還蠻好的 常常就是有很多朋友 就是會去哪裡的時候 他比如說我要進廁所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開燈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說 不需要 對啦 他幫你開燈 我很省電 我不需要開燈 所以我們家的電費很便宜 對 我看 我都不需要開燈了 對不對 當盲人 有時候有時候有盲人的好處 就是當然可能 就是有一些福利 對我們來講 然後有一些生活的狀況這樣子 或者說 有時候就是大家會因為我們看不見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複雜的事情 然後不會讓我們去去處理這樣子 然後都會幫我們做 就是弄好這樣子 就是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會在在你身旁邊服務你 你會覺得說 其實生活還蠻溫暖的 對 你會覺得在娛樂圈 娛樂圈 成為一個盲人歌手的話 會有什麼 就是 一開始 我跟你講 過去到現在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 當歌手不容易 尤其是 那變成是盲人歌手 要跟人家一起競爭的時候 就更辛苦了 就是人家已經把你打折扣了 就是覺得你是一個 必須要被幫助的人 或說你是一個弱勢的人 所以呢 其實要能夠在眾多歌手脫穎而出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 就是很強大的力量 你的東西 你的音樂 一定要感動別人 你才有辦法從這些歌手脫穎而出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你 你的音樂不是只有跟盲人比較 你的音樂是要讓所有的人一起來 一起來聽的 所以就是說自己要隨時準備好 這樣才能夠跟大家一起來 就是相提並論 我一個很跳吞的東西 因為我每次有關注你的社交媒體 對 所以啊 他會去一個車站 OK 然後就坐在那個 你們想要坐我的車嗎 對 他就發一個照片 他在那個駕駛座 可是特斯拉常常會有故障 重點是 其實有時候就是好玩 對 其實我其實 這駕是你想的 對 我想說有時候 就想說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開車 然後載著自己喜歡的人 然後就是到處去 但現在沒有辦法 但是我就覺得 剛好朋友要簽新車 然後我就想說 你讓我過癮一下 我坐你的新車 對 然後我就在那個 在那個新車上面 然後我就拍照 然後就擺一個 美美帥帥的姿勢 然後拍下來 然後我就說 我簽新車了 誰要當我第一個 你是想做這些地獄梗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我蠻常做這些的 真的嗎 等一下我可以跟你拍 類似的TikTok嗎 OK啊 OK 難得今天臨北 不用駕車 他們講什麼 先駕車來載我 我駕車是誰 Hello 你好 要修消防期啊 歡迎你當我第一個乘客 OK 大家我要去坐 消防期駕車的車了 拜拜 Rap Up之前 未來有什麼計畫嗎 想跟大家分享 未來計畫 我當然也是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太愛音樂了 我希望就是一直可以寫更多新歌 然後也可以帶著我喜歡的這些樂團的朋友 然後到世界各地去做演唱會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好的 然後有一天呢 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像Pocelli一樣 做一做有那種交響樂 跟跨流行 跨流行領域的那種合作 然後可以唱自己沒有唱過的一些歌劇也好 或者是一些喜歡的音樂 然後讓更多人聽得到消防期的歌 好 我們今天謝謝消防期 謝謝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打開小鈴鐺 還有Subscribe 我們下一期見 Bye Bye